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后 中原野战军立即召开战前动员会 邓小平强调 夺取速线 对配合华野兼叶黄百头兵团 防止徐州之地难逃 都有重大意义 各纵队必须全力以赴 不惜任何代价的 坚决夺取战役胜利 柳正大军迁离越境大壁山的时候 为了尽快地完成中央赋予的 挺进大壁山的任务 过黄战区 他们忍痛地抛弃了重武器 没有重武器的一支部队 就仿佛是绿亚斯的老虎 他们要啃下 像苏县这样一个坚固释放的城市 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中原野战军 此刻并不具备大兵团作战 和城市攻坚作战的物资能力 但听党指挥 无条件服从大局 是他们在续与火的战争中 培育出来的光荣传统 首长传得完以后 给大家做了一些知识 就是苏县这一仗很关键 我们只能打赢 不能打败 要求戈律呢 回去要情治 助治 砍查 了解地情 找我这个突破口 在三天以内 要把苏县城拱下来 所以提出一个口号 谁是英雄 谁好汉 苏县 仇听 避避看 苏县首敌 是国民党王牌部队 二十五军的主力 一四八身 每名士兵 均配有卡宾枪和加拿大式手枪 另有庄稼营护卫 这是一场极其艰苦激烈的攻坚战 中叶的三宗主义 在九宗一部的配合下 不惜一切代价 于十六日午后攻克苏县 这是三纵二十五团三营八连战士 登上苏县城头后的一张珍贵合影 这支英雄连队主动请命 担任仙头部队 承担了攻打苏县西门的艰巨任务 战斗中 全体制战员前仆后继 英勇顽强 排长扶伤了 班长带着冲锋 班长扶伤了 战斗小组长带着冲锋 战斗结束时 全联 今生十四人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